捐赠一千套防护衣给警察局 一个人代表 但其实后面是一群人 共同捐赠 而其中一位就是他 疫情当前 刘轩也出资做公益 但却也因为疫情 让他们家人被出征 刘轩老婆PO出这张照片 这是她儿子女儿 并且强调 开车绕绕 没人下来走走 没想到却被网友痛骂 疫情破口 刘轩老婆卡登不满 无故被骂 在IG上说 出门到空旷处不是罪人 河滨骑脚踏车 山林里散步 都是合法行为 因为有人质疑他 去骑脚踏车 去爬山踏青 所以疫情结束遥遥无奇 而这位网友还把对话 贴到脸书社团公审 留言看到某作家老婆 信动内心满肚子火 是在家里的周遭 那可能就是内湖的某个山上 那他们其实全家一开始 也是全家开车出游 看到周遭没有人了 他们也才敢下车 而其实气象局长 正名店也发生同样失情 清晨去家里附近的郊区 走走就被网友出征 如果政府真的不想让我们出门 可以就请你发布四集 现在就变成你用道德 绑住国人的双腿 让正义魔人 自以为捡到了枪 然后就随意出征 在疫情期间被正义魔人出征的 还有一人高宇珍 他剖出名牌照片 就有人回把这些钱拿去跟贾永杰一样做公益 不是很好 高宇珍也呛回去 你又知道我没有做了 没有上新闻 没有剖文 就是没有做吗 不要再有这种愚蠢敷情的想法 就是有你们这种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乱源 疫情三级警戒指挥中心没有封城封山 在防疫规定之下 不同标准 但也得尊重不同做法 TVBS新闻 陈旭刘彩威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